飞机头上的尖尖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是却跟你的安全息息相关 它们叫做木式结冰指示器 其实本身一点也不特殊 就是个里面连个传感器都不带的小棍子而已 但是当气温足够低 湿度足够大 使机翼的前缘 发动机的进气口 测空术的提拖管和传信号的天线 等等这些暴露在外的飞机的重要部分 有结冰的可能的话 它木式结冰指示器总是会先将冰给结张去 又因为它总是在飞行员的视线的前方 所以就能让它们在第一时间发现 去打开除冰开关 消除可能的风险了 好 说到这儿 有朋友肯定要问了 干嘛不把飞机上的除冰功能一直就打开呢 这样不就万无一失了吗 简单的答案是 为了省钱 在喷气式科技上 不管是机翼前缘的除冰 还是发动机进气口的除冰 靠的都是从发动机里面 额外输送出来的热空气了 既然是额外输出 它们当然就会增加燃料的消耗 烧掉更多的钱了 能省自然是要省的嘛 当然你说这玩意儿白天看还好 晚上乌气麻黑的 很容易就忽视了嘛 所以在有的指示器里面 就内置了一盏灯 让它在黑夜里面也能够被看得见 另外有的飞机也装有结冰探测器 或者传感器 可以自动探测结冰的情况 并警告飞行员 甚至更先进点的 直接就可以越过飞行员 根据探测的数据 自动就去运行飞机上的除冰系统了 虽然智能 但我觉得还是没有它们酷啊 这场的最后的飞机 这些惨在疑派 他今天这些惨在 穿了 这里要想可能 这里要想像 零 我们 看到 这些惨在 这些惨在